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富士康啊是炸了 今天一开盘 风驰跌行满 哇塞几个亿的资金蜂融出 摁住 哇跌惨 这个市场反应一出来 我们先不说其他的 就说经济啊 看来这个富士康真要玩犊子了 富士康玩犊子 中国就得有几百万人失业啊 不是开玩笑啊 所以我们今天先聚焦失业问题 这个达到富士康啊 打土豪啊 这一波啊 不亚于打教培 你啊不亚于真不亚于一个富士康影响就业最起码 真的是一百万件 所以中国这也本来这青少年失业率都不敢公布了 所以这 稀释极恐啊 不知道在干嘛 这一波啊 与此同时啊 这个今天啊 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磅一个新闻就是啊 证券时报的头版头条官媒啊 说了啊 这个房价就是要全部放开了啊 全部放开了 跌 不是放开了涨 放开了跌啊 够呛够呛 真的是啊 这个大的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来 没办法啊 啊 与此同时今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财经新闻就是啊 个人养老金满一年了啊 满一年这个玩意亏的一塌糊涂啊 这个穷途没落 本来搞个人养老金就是要维持这个社保的盘子 因为社保盘子不够钱啊 想再忽悠一个个人养老金进来 结果这个人养老金搞的是烂尾 个人养老金可以这么讲就是彻底烂尾了啊 烂成什么样啊 我们来详细看看数据啊 OK啊 一个一个个讲啊 先讲富士康这个事情 全程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叫工业互联嘛 这个大陆A股上市公司 这个公司开盘跌停板啊 今天不得了了 巨量的抛售股票的压着 因为在大陆实行这个啊 涨跌停板制度跌到10%不让跌啊 不让跌 他就大家就排在这个今天最低的限制价格那里 形成一个叫涨停板跌停板 但他不是停止交易 他跟溶断有点不一样 有一种叫溶断 溶断到了那个价位呢 他就停止交易 他就没有买卖 在做A股是这样 如果他到了涨停板跌停板 他不没有停止交易 但价格限制在最低的这个价格 所以就大家就排队排在这个最低的价格 就等着别人买 你要摁着多少钱 我看的最新的压盘超过4000万股 40万手啊 他是这样 然后应该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可能会继续增多 这个公司要出大状况了 这种走势啊 4000万股限价 就以限价算吧 跌停板的价格14块5毛5 所以压盘就接近6个亿 人民币 6个亿人民币啊 今天市市值1% 1差 就几百亿 几百亿就没了 本来是3000亿盘子啊 这富士康 所以今天一下子几百个亿就没了啊 其实最近富士康基本上都在跌 因为大盘在跌嘛 整个市场都在跌 茅台都崩了是吧 富士康差不多其实有跌了个一半了 从高位下来 所以直接最近蒸发的财富就达到几千亿 几千亿 但是我们今天我估计这个事情会继续发酵 现在还不好说结果什么呀 这才刚刚开始呢 这才刚刚开始 那今天我们先聚焦一个最可以看到 是什么呢 就是就业啊 哪怕富士康就是不崩啊 其实他都会转移一定的这个生产线到印度和东南亚 就就会搞掉一部分 所以就业对于中国来讲 肯定就是被砍掉了 而这次如果加速的话 现在我们不好说啊 究竟是郭台铭得罪了中国共产党 还是说这个在在 那有的人说演双簧 嗯双簧不是这么演的 演双簧演的自己这个这个几百万人就业受冲击啊 然后外资一看 你这样弄更加没人敢去大陆投资 演双簧拿一个如此高成本代价的东西 来到演 那我就还不如直接打台湾算了 还不如直接宣战算了啊 说句不好听到 这这这如果如果演成这样 这这这这个东西 嗯是就是可以这么换呢 只有可以没联想 但是呃这个这事实上 这这这已经这就有点 你的细胞子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精神状态有问题的 这就精神状态有问题了啊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啊 首先啊 对就业会加速影响冲击啊 今年啊 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啊 这两天啊 其实官媒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呢 当做一个 吹嘘啊 就是打鸡血的一个文章啊 吹什么呢 比亚迪啊 啊说上个月开始 比亚迪的孝召啊 就在社交媒体掀起热潮啊 啊 比亚迪孝召一天收到12万份的简历的话题 冲上热搜啊 好像是吹比亚迪很牛啊 一天收到12万份简历 呃 但实质上这个东西啊 明年人一看就知道 这这这事实上是中国 年轻人就业出现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校的这这自从毕业季以来啊 什么校招什么 你你说一个企业一夜公布 有有十几万个这简历 其实呃 根本不是比亚迪受欢迎的问题 根本就是中国年轻人没没事情干 找不到工作人非常多 我们之前有一个波斯执拼的数据是吧 波斯执拼的都都崩溃啊 也就是在上面找工作的人 他都找找的系统都崩溃啊 啊 然后是流量大概是四千多万 啊 他突破四千来四千五百多万 然后是系统崩溃了 也不知道有多人 每天活跃用户四千多万 也就每天都有四千多万人在不断的找工作 这就波斯执拼的数据 啊 他们是拼命在找工作的人 啊 就不算那些不用找工作的 我算的算他牛 三环哥不用找工作 啊 这个 哈哈 我们就就就姑且就这么说啊 就拼命在找工作 但是不找不到的人就四千多万 就波斯执拼上面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这富士康 而且我们要知道富士康的员工 本来就是社会最底层啊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 要是他没工作 就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啊 而富士康就就是成功的 可以讲 让中国对中国就有巨大的贡献啊 我我可以这么讲 就是让中国很多年轻人 他他也这个产业转型的 不像以前的纺织这么低端的 让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浪潮当中 变成苹果产业链啊 特斯拉产业链能够跟上 然后又能够培训这些员工 呃 主要一个成本低什么 就语言门槛 说真的 就就对于台商来讲 就就是因为中国大陆不用重新学语言 然后培训的方方面面 这这个多少门槛会低一点 所以这然后也进 确实有这么个因素啊 所以就就当初就就选择在 在中国大陆开场吧 这很多台商啊 当时中国成本还比较低啊 那尤其是富士康这种符合最新的 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 这个其实对中国贡献特别大 因为中国你说什么什么鞋袜呀 什么衣服这些早都早都不行了 这些就不说了啊 就靠着这些电子产业链 而且他他已经形成了培训规模 让这些人就他没有什么专业知识的 反正进来就能打螺丝 进来就就能看电路板电路板 这个东西就就让他这个产业搭配形成了 让中国这些恶代农民工有活干了 这个是很重要 不然而且多多少少比以前做纺织呢 收入会高一点 那毕竟是相对高端嘛 比比纺织最最以前最早最早的什么 拉拉拉 那鞋袜呀 那比那个玩意还是要高端一点 所以真的就是就是对中国整个社会稳定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那现在好了 这几百万我看是很快就搞不定了 其实之前都暗流涌动啊 随着这个疫情的管控 还有这个产业链的搬迁 都比如是荷兰啊 这为什么当时呢 这个郑州富士康会会闹着这么大 有有很多人在诟病这个劳务中介啊 说什么劳务中介骗人 其实就是骗人 就是为了维持这个低收入 如果没有这个低收入 产业链早都搬完 所以这其实是中国老百姓不愿意面对的一个真实 说骂整天很多恶代农民工骂 我完全中立啊 天天骂这个劳务中介啊 要不是这个模式还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啊 连螺丝都没得打 如果真让收入上去了 不全搬走 大家可以想象嘛 就是忽悠忽悠的忽悠的大家你来我往 礼琴我愿 能够忽悠下去 这产业店就还在中国 好了 大家捅破这个窗户纸都好了 这个不会不像劳务中介 为什么地方政府一直站在富士康这一边 站在老脂肪这一边 地方政府也门签 那不像那洗包子瞎瞎折腾 地方政府知道 这玩意要不把 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成本在那 一对比 底下的 你说这台 这什么台台商老板 你跟地方官 他是有来往的吃过饭 哦 印度那边多少钱 越南那边多少钱 你以为中国中国人什么什么员工素质 有什么区别 是吧 中国中国中国这些二代农民工 键盘侠能做的是事情 你说这个越南人不能做 不可能 不可能 都都是看成本 如果是一样成本 好歹中国还有个语言优势 就就就反正大家大家同语言啊 也不用不用什么是翻译什么的 好沟通一点 然后共产党的地方政府 好歹站在资方这边 还行 还行 但是如果真 把这个劳动条件提上去了 就其实这个肯定会垮 或者说这都都颁满 所以中国的就业形势面临空前的萎缩 现在就为什么说大学生你们不要躺平 其实意思就是你们接受这个低工资吧 这个工资一旦上去其实一定会崩溃 大家都没得完 这个其实是现实 只是打鸡血的官媒 不会这么直白的说出来 这个 然后是 有一些就老百姓不能干嘛 这个这个 什么茅台啊 茅台三代四代都在茅台工作里 说这是什么玩意 茅台有什么技术含量 茅台技术含量还不如富士康 但是就是现在要稳住的要是这些二代农民工啊 三代农民工要是他们找不到工作 长期的找不到工作 中国社会肯定会乱 肯定会乱啊 你说什么什么各种什么 空谋拐片都会出来 都会出来啊 最近还看到一个文章叫做什么 叫做龙家乐啊 我先说这个龙家乐啊 什么什么 现在大规模倒闭 当时以前我也经常 龙家乐倒闭也是消费能力的一种体现 但中国由于人口在衰退 很多人还没注意到这个东西 只要人口人口在衰退 消费肯定衰退 中国每年会少几百万人 然后每个很快就每年少一千万人 所以会会很快很快 龙家乐倒闭潮嘛 我刚才说到我也没想到啊 其实龙家乐本来就是一种降级 现在龙家乐都倒闭就是降级在降级 是啊 之前很多龙家乐就是去不起大酒店啊 然后反正找找别的乐子 啊 或者说这这也行嘛 反正都市人去玩玩啊 然后就是寻找一种平替啊 中国中国大陆有个词语叫平替 也不叫降级叫平替吧 啊 就是就是我这样也挺开心啊 然后然后这个吃个吃个龙家饭啊 啊 啊 这个窄个鸡啊 是吧 这个这个啊 就也就这样啊 那 其实 都也也有一个因素 就是当时龙家乐便宜 那现在都倒 你说这这老百姓就省钱省成这样 哦 那中国老百姓是没有积蓄的啊 啊 我们等一下就就说说到这个这个 这个养老保险的问题 有没有积蓄啊 别说了 中国中国那些存款数据都是假的 存款数据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贷款数据 有很多贷款贷了之后 他也是放在存款里面的嘛 所以存款数据有很多存款是贷款来的 所以这这那些都不是真存款 存款肯定放在银行 除了就是难道就就取现金放在家里面以外的 以外啊 那存款都是放在银行也是算为存 就贷款也是存在银行也会被算为存款的啊 其实 哎呀 所以这这其实都没钱 其实都没钱啊 呃 这个再再说这个这个楼市啊 楼市这这崩溃也是非常严重啊 大家是细思极恐啊 这个趋势啊 证券时报头版啊 适时放开楼市价格限制 啊 证券时报今天头版 这是官媒星期一的头版 这是很重要 啊 这就明确 一个方向 适时放开楼市价格限制 他的标题就是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啊 里面提到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多个房地产指标显示市场 已经出现积极变化哎 但是呢 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支持 啊 仍需供需两端进一步出台支持政策 就是现在供需还不行 怎么不行呢 啊 要在此前限购现代限制性政策放松后 房地产价格限制也要适时放开 现在就没有限制涨的问题 都是限制跌的问题 啊 所以他也提到成都绍兴数千 我们之前也做了报道啊 就是 还在稳地产新政中提出 让开发商自主合理定价 商品房 这类在供给端放松价格限制 切实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做法 值得更多城市借鉴 那就是名牌了 前两天我们报道江苏数千的这个试点 然后现在证券时报 证券时报头版 星期一开盘头版 表扬这个事情要更多城市借鉴 就是证明什么 扩大事件 证明全推 全推什么 让企业自主定价 其实就是大面积降价 我们将会看到大面积降价 所以楼市也会崩 然后就业也崩 这这这这简直是这这没谁了啊 今天还有个蛮蛮好玩的啊 就十月十三号啊 一大早上班啊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就发布消息啊 关于印发吉林市进一步促进房地产消费若干措施通知 哎呀里面提到你看第一个啊 你看这个就看出来现在真的是不行 有团购意向的教师医生环卫工人公交车司机啊 开展团购 公交车司机工资发了没有啊 啊 公交车司机天天为讨讨讨训啊 医生又要又要集资啊 集资供应医保啊 现在又要团购房产啊 好像医生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是吧 啊然后这个完善城市配套设施啊 保证工程正常建设啊 就是这些道路啊啊 教育资源要正常落地啊 保证正常落地 这都喊出来了 也就之前都没有正常落地 吉林算 然后第四条更搞笑啊 规范房地产中介市场啊 严禁经济机构 呃 依法重啊 这个这个不明毛报价啊 依法重点打击房地产经济人 通过自媒体发布抹黑畅衰 房地产市场的不但言论行为 那证明什么 现在根本卖不到房 但中介可以干一个什么事情 中介可以做自媒体 就也就卖房就不指望了 而且现在房子就像像吉林这种东北 这么便宜的 压根就就就就没卵用啊 就没卵用啊 这这这卖一套房太便宜 几万块 这个你说有多少这中介费 没有多少中介费 那反而是什么呢 反而就是 开个自媒体啊 畅衰 其实就是说一下现在房地产不好 不好的这事情可能还有点人看 啊 你的中介来说呢 有人觉得蛮有意思 就所以其实就证明现在 挣了八斤做中介没法做 啊 但是他他又说你们不能干支媒体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抹黑畅衰 算了 你东北吉林的房地产还要抹黑畅衰 谁都知道不行 所以是吧 哎 谁都不知道 谁都知道不行啊 啊 现在除除了除了那个什么什么以外啊 这有谁不知道啊 是吧 啊 还有一个蛮蛮搞笑的啊 反正有趣的新闻给大家引用一下 啊 有一个叫做云上故事啊 这 这 这个荷兰的好像也是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荷兰啊 三河监镇人民政府啊 关于故事县啊 三河镇疑似执法人员偷盗高粮一案啊 通报如下 啊 三河监镇日常巡逻发现啊 啊 港口村和古义村交界处高粮地 有人正在捡高粮税啊 后今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啊 是三河监镇中和行政执法大队人员啊 这真的就穿着制服的 这偷高粮啊 啊 三淮村村民张某到高粮地 施斗倒检高粮啊 公安机关已经对这个 呃 这个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啊 阴某某啊 还有张某 依法拘留 下一步纪委将对党员干部严肃问责 哎呦 这执法大队的党员干部都沦落到去捡高粮 还是偷别人的高粮 真的是伟大复兴啊 真的是厉害了 我的国啊 哎呦 不是很厉害 这个党员干部不是很有饭吃 不是工夫 连这个党员干部现在日子都没法过了 给我的感觉 党员干部亲自下场 偷捡别人农家的高粮地 这我看真的是没钱的是吧 是不是被欠薪啊 吃吃饱饭啊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这是 真的是不行 啊 连执法大队的人 竟然 你说 这个也是跟这个 正区的情况下 估计穷的不行了真的 你说有钱啊 深圳市的啊 你说这公务员啊 这减啥高粮啊 但是这些地方就是中国的未来 中国以后全国都会衰退成这样 都是可预见 所以这真的是 这个 玩毒的啊 这还有这个个人养老金啊 报一下 个人养老金 哎呀 这这其实也可以展开聊啊 大家随便报一下吧 个人养老金给出了首个年度搭卷啊 这个全市场有统计数据133只个人养老金 今年以来平均回报都是亏损的啊 能够不亏的 赚18.8%啊 133只里面有25只 个人养老金啊啊 你看都都根本去 110只啊 差不多110只都是亏的 都是亏的啊 赚的最多的这个平安稳健养老一年啊 这个上涨3%扭不起了啊 但是有大量的是亏10% 5%的 所以这都是亏 都是亏啊 所以与此同时这个 其实这个个人养老金现在根本就发不出去 因为都是亏钱 谁买亏钱 你说这本来老百姓没钱就算 有几个有钱呢 现在要亏损 亏损年间也不买 我这乍看这些消息 我感觉中国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 现在只能说是还有口饭吃 还有口质量不杂的饭吃 只能这么讲啊 所以够呛 够呛啊 这个地方因为它大方向还在衰退 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所以先说那么多吧 大家自己想吧 那觉得不错的打开小铃铛 拜拜